今天是同盟军回乡探亲的第六十三天,接连几日果敢官方都没有公布消息,却一直在闷声发大财,连白银舱的超炮都被缴获了,可见老街的枪炮声,就是来自同盟军的进攻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据最新消息,同盟军已经收复了老街主要城区街道,包括百圣集团在,多个高楼建筑,已成为同盟军的狙击据点。 曾经白家民团妄想用高楼大厦做掩护,结果却成了同盟军的据点,从免军的轰炸老街及东城的楼房建筑行为。 我们就知道同盟军的巷战已经结束,按照惯例,同盟军占领一个地方,免军就必须轰炸一个地方,即便老街是果敢最繁华的地方,免军也是照诈不误,可想而知,他们目的就是要消除同盟军的有生力量。 多年来,同盟军踪迹难寻,虽然最大可能是藏匿在蒙拉等地区,但是免军也不方便搜缴,更别提白锁城多次想出兵剿灭彭家。 但是仍然被免军拒绝,很显然,免军希望明帝五之间不断地冲突,彼此消耗有生力量,但又不完全让一家独大。 这样的手段免军屡试不爽。 而这次同盟军及联军来势汹汹,似乎达到了历史巅峰,连国敢老街都已经几乎全面占领。 而免军主力还在观望,隐忍不出,这似乎更加印证了,他们想保留有生力量,最后来一个渔翁得利。 南天门山,大米线沟才是免军真正的主力军布防地点。 同盟军就算是再有兵员,也舍不得真的去进攻,要知道一个老兵可是顶十个新兵。 目前同盟军还是在清剿老街内的剩余残敌,还有一部分打散的21警察营及部分民兵。 而有免文媒体流传一则通知,还在老街的群众要立刻撤离,大致意思就是免军即将进攻清水河与老街市区,12月28日晚上6点前必须撤离,按照免军的惯性,虽然不一定准时轰炸,但是炸的时候从没手软过。 由于缅北国港老街冲突持续,并且还有升级的风险,我们驻缅甸大使馆再次提醒,在老街地区的中国公民尽快转移撤离,这也就意味着战战士即将升级,同盟军也开始劝离工作,并且将抓到的电炸分子进行移交,晚间也将关闭交通出城路口。 山羽欲来封满楼,同盟军在国港的工程站算是基本结束了,守城站即将到来,四大家族的覆面也仅仅只是开始,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,挺得住这轮,同盟军将彻底站在缅甸的政治舞台,缅军退守营部和米线勾司令部。 随着巷战的结束,缅军被迫退守至322营营部和米线勾司令部,形势急剧变化,目前,同盟军正集中力量猛攻米线勾,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。 目前,同盟军正集中力量猛攻米线勾,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。 米线勾的控制权能够显著影响整个老阶地区的战略格局,因此双方都在此地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和精力,随着战事的进一步升级,米线勾成为了整个冲突的焦点,其最终归属可能决定整个老阶地区冲突的走向。 同盟军德昂军明确要二分北胆帮。 从18日战火重新爆发开始,同盟军接连取得了边境重镇杨龙寨的控制权,并在老阶地区进一步推进,夺取了重要位置,控制了一系列关键地点,他们不仅掌握了拉锯近两个月的大水塘,更是向老阶中心推进。 而老阶及其周边退守的缅军,目前正在撤手到米线沟司令部和南天门山防线。 与此同时,德昂军也有不俗的进展,他们已经全面控制了缅军承认的崩隆自治区的重要城镇曼通镇,以及德昂民族聚集区的边境重镇南坎镇,德昂军联合同盟军将大量缅军压缩在穆解市市区,切断了北胆帮重要通道。 尽管缅军在老阶、穆解、腊虚等地都有大量守军,但在三兄弟同盟直接控制北胆帮各要道的情况下,缅军难以扭转整个北胆帮的局势。 因此,缅政府军开始重新与三兄弟同盟展开谈判,但这次的谈判条件已被同盟军和德昂军提高。 同盟军要求恢复国赶的历史辖区,实际范围涵盖穆解县、穆帮县、腊虚县等地,约一、八至两万平方公里,人口约一百万。 而德昂军则要求恢复其在1964年成军时诉求的地区,这些诉求基本上将北胆帮一分为二,形成了复杂的局势,若得以实现,将导致整个北胆帮形成三强鼎立的格局,这显然是缅政府军无法接受的。 无论如何,缅政府军在北胆帮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据点,局势对他们极为不利。 战局对缅政府军而言变得越发艰难,面对三兄弟同盟提出的高要价,他们陷入了困境,外界围绕此次冲突将如何演变,是否会有外部干预的议论纷纷? 盘点1027行动两越来重大突破。 一直以来,各方都认为缅军是强大且不可能被民族武装击败的,缅军是缅甸的主要利益相关方,不仅是东盟和缅军的邻国这样认为,就连欧盟的一些国家也在考虑以军方为核心,推动缅甸各方的和平进程。 甚至在2023年10月15日,距离1027行动仅有8天的时候,在缅甸军方组织活动纪念所谓的全国停火协议,签订八周年时,也没有人会觉得缅军会被游击队击败。 然而,自10月27日以来,在短短的两个月内,以国感同盟军、德昂解放军和若开军为首的缅北联军和克伦民族联盟等抵抗运动,在缅甸的六个邦和五个地区发动了协同进攻,占领了全缅各地的23个城镇和400多个缅军基地,前沿据点,缅军强大的假象被积德粉碎。 在1027以前,国感同盟军等民族武装通常只会在偷袭一段时间后,为防止缅军的报复,即使主动后撤,也基本上不会或者说不敢进攻由缅军精锐助手的要塞。 但是1027以来,他们组织严密,配合完美,进攻有力,敢于啃骨头,打硬仗,夺取清水河的战斗只花了两天的时间,就连缅军经营了数十年的要塞滚弄也只花费了12天的时间,相对来说大水塘的缅军坚守的时间长一点,不过也只有两个月而已,大水塘的缅军将领,倘若还没有阵亡的话,赶紧派精锐就回去,以后可看大用。 如果说,联军占领的大多数城镇不过是大号的农村而已,那么,果敢首辅老街则是一个城市规模比俄乌血战的巴赫木特还要大一倍,可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,自双方谈判破裂后的12月18日算,缅军仅仅坚守了10天,就算是11月20日左右起的老街东城外围争夺战算起,也不过打了不到40天。 果敢同盟军下达老街紧急清承令,免军无差别频繁轰炸。果敢同盟军全面占领老街后,面临严峻形势。 昨天下达了老街紧急清承令,白左城等电炸武装民团中亡命之徒在老街分散躲藏抵抗,尤其是常年充当这些电炸家族打手和爪牙,作恶多端,甚至自己一旦被抓获,就会面临严厉惩处。 这些网命之徒流窜老街各处,侵入民宅楼房内,抢劫拘禁,甚至伤害民宅内的平民百姓,赋予顽抗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为防止百姓告密,甚至在转移时会杀害他们。 严重威胁老街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,也对同盟军倾角行动,造成极大麻烦和威胁。 按照免军的尿性,谈判破裂,他们会利用空中优势,加大对果敢同盟军等三兄弟联军攻势, 对老街狂轰乱炸,最终老街会成为一片废墟。 这几天免军对老街市区进行疯狂的无差别轰炸,已经造成数十名普通民众死亡,数百名民众受伤的惨剧。 随着果敢同盟军全面占领老街,免军的空袭轰炸越来越疯狂,估计免军依然受大免族主义思想影响,反正老街免族已经撤离,剩下的都是果敢人,汉族人,在他们眼里都是敌人。 所以执行轰炸任务的免军空军官兵,全部是免族人。 见人就诈,极其疯狂。 鉴于这三方面原因,果敢同盟军下发老街紧急清承令,要求老街军民务必出城,到125难民营安置,以防受到这些亡命之徒的伤害。 另外,果敢同盟军战地指导员称,果敢同盟军正在抓捕这些恐怖分子,驱逐吸毒人员和免族人员,将他们强行遣送回下免殿,为防止受到伤害。 请老街广大父老乡亲和朋友暂时离开老街家中,前往125难民营安置,等老街安全以后,再回家。 请老街广大父老乡亲和朋友暂时离开老街。